大家好,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,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王赫迪双剧代播,将接获与白鹿周夜,陈与其合作的新剧。 浮屠猿正在热播中,网友们纷纷将王赫迪与霍建华、彭于燕相提并论,因为他的颜值很吸引人。 自从参加超次元偶像并最终获得冠军后进入演艺圈。 随后与陈岳、宋一仁、袁冰岩、杨超越、秦岚、李宗翰、包文静、陈鹏万里、朱旭丹、于书欣、徐海乔等主演多部影视剧、郭小婷、张灵河。 其中之一就是《苍蓝绝》。 《苍蓝绝》的主演之一王赫迪获得了人气并保持了下来。 今天《妇图园》开播了,王赫迪还有两部新剧和两部带播剧。 王赫迪曾与白鹿、周夜、陈与其等多位明星合作过,再次引起了网友和粉丝的广泛关注。 古装话剧叫《浮屠园》。 陈玉琦在剧中饰演补音楼,王赫迪饰演小朵。 因皇上看重,本应安葬的才子补音楼被萧朵救下,后寄宿再萧府。 小朵和补音楼朝夕相处,开始对彼此产生好感,但碍于社会地位,不得不将感情隐藏得很深。 电视剧《浮屠园》正在热播中,每一集都随着故事的推进而变得精彩。 两人在元宵节的暧昧对视,在大船上的近距离接触,也让我们窥见了他们对彼此的深情。 尽管他们之间的爱情看似风雨飘摇,却难以传达。 只要小朵在银楼身边,就不会有任何危险。 不阴楼不小心摔倒了,小朵扶着他,谁不敢动。 还有小朵拉着衣脚不让不隐楼留下的部分,同样让人暖心。 我相信我正在利用他来发挥我的优势,但我没想到会爱上他。 阴楼对小朵眼中的迟疑和耐心,并不是视而不见。 只能一一不舍告别,因为小布必须活下来,才能维护对方。 《浮屠园》中小朵与布音楼的蒙蒙爱情故事正在热播中。 不仅如此,看戏本身也很有趣。 凭借着良好的口碑,《浮屠园》热播不断,热度不断攀升。 2023年一时最让我们惊喜的是木偶戏《浮屠园》,故事情节动人,谁没看过《浮屠园》,简单说吧。 由王赫帝、陈玉琪、何润东、曾李领贤主演的电视剧《浮屠园》热播不断。 此外,王赫帝的两部剧正在等待传输,它也在接新剧,让不少网友和追捧者兴奋不已。 我们的西南联大和今天加油世王赫帝即将上映的两部双剧,分别由周也、叶祖新、胡连新、王宇正、郑凯、陈玉琪等多位演员主演。 如果此时选择不为国家服务,该怎么办? 这所受人尊敬的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。 这是一个勇敢的思想家为国捐躯的故事。 国是天下、国家兴亡、人人有责。 青年革命历史剧《我们的西南联大》由高乙军指导,由王赫帝、周也、叶祖新、胡连新、王宇正领贤主演。 上新得知王仁军国国、王岳熙、何鹏、王静松、马绍华、于浩明也将出演《我们的西南联大》欣喜若狂。 《我们的西南联大》明星阵容可见一斑。 《一个深陷战火》的少年与狼烟中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故事。 王赫帝在《我们的西南联大》中饰演成家树,周也则饰演成家树的情人。 《在我们的西南联大》中描绘了一群勇敢的年轻人,他们不怕考验、不怕子弹、不怕激情。 该剧的主要演员之一周也,一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和可爱的小酒窝,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林家女孩。 周也也很萌,还有王赫帝、叶祖鑫、胡连鑫、王玉正等众多明星的合作让不少网友和粉丝期待我们的西南联大。 爱的大本营片场的花絮被尚信润色,在与正确的人调情时崇拜错误的人。 两人一起上甜蜜乌龙剧,白鹿在剧中扮演角色,无意间嘲讽王赫帝,只靠演技追击。 精彩花絮,让上位者一睹为快。 那是对的。 靠表演,靠演员说话。 王赫帝成功了。 除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浮屠猿》,王赫帝还接拍了两部新剧,与白鹿、周也、陈玉琪等明星合作。 是不是兴奋地期待着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